大家好,又是我Coach灰 很久都沒試過拍這個灰叉鞋了 因為今年大家都知道有疫症 大家都很少打球 今次我們灰叉鞋都不是擦鞋的 今天香港的徽藤總代理提供了這件產品給我們測試 這件我適用了 這就是徽藤最新的膝蓋按摩器 這個出到第二代了 今天我們就會測試這件產品 好了 好了,先讲斐腾,斐腾这个牌子就很多很多年了,是日本牌子来的 我小时候也有带过它的产品,它最劲的一个就是水溶金属技术 将金属融在水里面,再将它生产物品的布料浸在水溶金属上面 我们配戴的时候,其实就会调整我们人身体里面的正负极磁场 其实如果你说辉腾的技术,大家想了解一下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看看这条片 我们主要今天讲,都是讲回这个膝头按摩器,这个按摩器是怎样用呢? 它会有几个功能,你会见到有红色灯,它有软红外线 另外它又会有这个Air,旁边的不同的地方,它都会有这个Air的按摩 它会有气垫的按摩,另外里面它会有一个太珠的技术 全部布料都已经有了贵腾专利的水溶金属在里面 我其实戴了几天,我都觉得是挺有效去舒缓的 它会有这个气垫的按摩功能,包括这条带,你见到这条带都会有气垫的功能 它的作用就是当你气垫推膝膝盖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其实会推动整部机器的 但是这条带因为都有Air的关系,它就会稳定在你的膝盖上 另外它会有软红外线,可以令到血液循环,也会有加热功能 它还会有一个EMS,微弱电流的技术,它可以搏在身体不同的位置 可以连同一齐做按摩,包括你可以按摩小腿肌肉,肩膊和腰都可以 其实是够长的,这次它第二代除了加了EMS之余 它所有布料都有它的贵腾里面的水溶金属技术 所以它当你做完的时候,其实它的功效会更加显著 这个按摩器其实我用了三天的,它的电量其实都很耐 首先第一样,它无线,我们今天在室外环境都做到 第二就是它这个电量,我充一次电,充满电的话 其实够我用六次,因为它其实里面设计了每个模式都是15分钟一set 其实它官方建议都是15分钟一set 做完一边,可以做另一边 其实我就是做了六次,它都不用再充电 其实如果你去旅行,有时膝固疏,或者坐飞机 其实真心说都可以用的,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坐飞机 刚刚说过,它有几个主要功能的 第一就是软红外线,热肤,气贱按摩,还有微弱电流 也都会有震动,其实它会将更加加速你膝胳膏里面的血液循环 因为其实我们打完球之后,你会发觉第二招会比较累 一戴膝胳膏都会很累,尤其会有很多运动员,他会打完球之后冰敷 其实冰敷完之后,第一样东西,肌肉会放酸 其实你膝胳膏的血液也冷却了,但第二天的时候 当你每次冰敷之后,第二天,就会有个辛苦 就是你会觉得膝胳膏很轿的,因为你膝胳膏里面的血液也都冷却了 所以你又会没那么活动,用了三天之后 这三天第一样东西,这个不是冰敷,是热敷 因为它会有发热功能,它会有软向外线提高你的血液循环 它会有震动,它会有按摩 所以其实你做完运动之后,即是冷却了 用这个按摩器的话,其实都会有助你恢复 我个人用完这三天,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会没那么叫 我的膝胳膏会顺畅很多,感觉就是好像有些gel 令我活动得会比较舒服 因为当我上下楼梯的时候,之前会有种好 卡住卡住没有润滑油的感觉,用完之后的也会比较好的 所以其实说真的,我的膝胳膏,某程度上都五六十岁 如果你家里老人家的话,我觉得有老人家 而他经常觉得膝胳膏很辛苦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会帮助他 按摩的压力,他可以分低,中,高 温度都是低,中,高,他可以分这三个 我个人建议,压力我会用高的,因为我老了,膝胳膏 但是温度方面,我觉得太热了,如果我教到热的话 我会有种辣肉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教温度教中好了 第一,要学会如何带,这个形状 其实它不是伸直直脚用的 它是脚90度用的,官方都教是90度用的 我们先坐在这里,然后我们将这个放下去 手呢,在前面往后推,推着,然后你先拆带 拆了带之后,穿过去,然后拉实 你不用拉到很实,因为它的带本身有air 它都会推回正你那个位置 戴好之后,记住,我们先这样推一推进去 戴好之后,然后它怎么开机的呢?就是按一下 中间盏灯会变成蓝色的,然后按住它两秒钟 它就会开机的了 那接着我们就会按压力,去到高,然后温度较中 那基本上我就会开始去做自己的东西 例如你可以看电视,或者我会剪片 我就会这样,记住我们先90度 然后你可以慢慢放松脚的 它就会自己在这里做一个按摩的了 那每一set,它就15分钟 15分钟后,你可以做第二只脚 它这次第二代,它会有EMX的功能 这个按摩器也有EMX功能 它第二代新加的就是EMX功能 那它会怎么用呢? 那首先,这里会有两块贴,我会这样做的 先撕开它,贴了下去你想按摩的位置 包括你肩膀也可以,腰也可以,其实跳线够长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按摩膝膜的话 记住先要松脚,足三里就是 脚,膝膜对落这个位置 大约这个位置 那你就贴这块贴下去 好了,按了下去 那这块贴呢,记住要保护,要留一块胶膜 因为你用完之后,你要贴到胶膜上 那这块贴呢,其实也是一个选号品来的 那辉腾公司都说呢,这个是会有得另外再买的 好了,那另外一块呢,我一般会贴在小腿肚最高的位置 这里最高的位置,我会这样的 好了,然后贴完之后呢 那另外这条线,我会首先这样的 先拍下去,你的贴上面 按下去就拍到的了 那然后另一个呢,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样拍下去了 跟着呢,另外这条线呢 那你就可以呢,插在旁边的叉电那个位置 那它叉电都会用USB-C接口去叉的了 那你插了下去之后呢 那我们再开机了 OK,按一下 再按两秒 开了机之后呢 在EMS最右手边EMS那里呢 那它就可以教这个电子的微弱电流按摩的了 那你可以教到六级的 哦,开始来了 哈哈 那我试试现在最六级 如果它就不会说好像我们以前用的那些EMS机 那样,它会那么强的电流 它是一个辅助形式去按摩你其他肌肉的 但是我觉得它,你放在竹三里那个刺激能力会再强些 因为它刺激到那个月位之后呢 你的膝头哥积聚的乳酸啊 现在我伤过了,我没了印带的话 我右膝有很多乳血呢 那其实它会走得再顺畅些 那我就会这样setup之后呢 那就是15分钟 那我会去剪片 又或者去,你可以看一下电影都可以的 那其实这一部机呢 我用了三天之后呢 我觉得我膝头哥当我走楼梯的时候呢 我会舒服很多 它没那么叫,它会顺畅很多 而且呢,膝头哥都挺温暖的 以前就从来都没有这样产品呢 可以直接去热你膝头哥前面 因为就算我去一些按摩中心 他按摩的时候有些中药按摩 他都会用个药包呢 放在膝头哥后面的 很少会放到在前面的 那这部机呢 我觉得第一样东西很方便 你可以随时自己弄 你可以自己走来走去 另外,適合些什么人呢 就是除了我膝头哥受伤 打篮球的人之外呢 另外一些可能 老人家膝头哥很不顺畅呢 这个都帮到他的 那我们呢 未来呢 可能做一次团购吧 那经过我们团购的话呢 那斐腾总队 你都会有回一些 纪念赠品呢 会给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都 对这个有兴趣呢 可以去我facebook page那里 去看一下这件product 和可以下单去order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了 完 哇,好完 完 完